攀工仇木与士林攀家 攀家先祖攀光毅渡海来台 在桃园巴德洛湖开墾 旗子攀董生移居七里岸 开墾知兰一宝、二宝与三宝 即今日的士林、北投、淡水、石门、三支等地 其长子攀工仇移居芝兰街 八支兰就是士林的古地名 工仇先生由农转儒 在道光与咸丰年间当起教书先生 虽然不若当年的淡北二敬先生有文明 那就是官渡的黄敬与八支兰的曹敬两位先生 不过攀工仇生八支 永清、景清、丙清、顶清、盛清、盛清、成清、应清、庆清 长子秀才攀永清最有成就 开墾知兰三宝 在淡水、石门、三支等地开凿了三条水尊 称为成渠尊 道光二十年、一八四零年、年方二十 在知山岩上唱剑文昌词 新办义俗 从此士林文风鼎盛 后又调停张权泄斗 破话士林新街 在同志十二年、一八七三年 过世当年 在知山岩留下洞天福地十壁 潘永清末后 士林潘家由同志秀才的潘盛清主理 继续完成长兄一致 建设具有都市计划雏形的士林新街 主持天后宫的签建 那就是坐落在新街中心的慈贤宫 领贤筹建在新街旁的八芝兰工学校 并低调参与士林的活动 如1911年八芝兰工学校的毕业照 其地潘成清举人 是士林的科考名人中 地位仅次于陈登原近市 两兄弟在慈贤宫中 还留有数名的龙柱 他们的侄子潘光凯 久任士林街的街掌 潘家对士林的发展 有着极大的贡献 在慈贤宫前的潘宅 是士定古迹 无奈缺乏维护 陷在都庚中 可供平调的是士林潘家的开机组 位在石角山上的潘工筹古墓 潘室后人组成的潘园祭祀工业 清明前会把墓园清理干净 所以拜访要选在清明后 四月中趁着连续几天干旱 山路比较好走些 先把车子停在东山路 再沿着德行东路 378项徒步前行 过了艳阳走进绿色隧道 前方是在山脚下的石角溪 又称蓝雅溪 水面铺满绿色的浮瓶 前方有一层火红的九重隔 空气混杂着水声与五色鸟的呼叫声 回头看 石角溪从此流进地下寒乡 山边就开始盘踞着小花曼泽兰 用水泥整治过的溪流往上收窄 还加入一些增加荣养的设计 过了这户别墅 沿着马路往上走 这是路边别墅旁的溪流 回首看一眼山下 继续往上爬 似有走不近的上坡弯路 来到土地庙紫德宫可略做休息 马路左侧有几户农家 看着无止境的上坡路 用上仅存的体力吧 从这里起路边可以停车 早知如此 好不容易熬到这里 对面就是古墓的入口 这里立着中英文的古迹说明牌 从这里小心往下走 再立即右转 凌硬遮住猎羊 可藏着无数蚊子 前方两片石板跨在小溪肩上 这时候没有流水 继续往前走 边走边赶蚊子 前方四要走出秘林了 随即要爬下一大段窄窄的石头阶梯 来到一座小独木桥 这座铁骑的独木桥就架在石角溪上 要小心通行啊 过了小桥 附近有小片绿竹林 不见任何路标 只好继续前行 又要走入林蔭中 小径边随处可见小花曼泽兰 这是天然的竹林 终于要走出林蔭 来到一大片生产绿竹笋的农地 前方似有一小座介石 上面刻着攀介 果然是攀家墓地的介石 小径附近都是一丛一丛的绿竹 墓地右前方是小土丘 墓地左后方有石块砌起来的小靠山 左转穿过这片天然竹林 走进墓地 攀工丑古墓位在风水中的轰炉穴上 前方有宽阔的墓城 攀工丑足于咸丰6年1856年 原来葬于大屯山路 张全蟹窦调停后 于同治9年1870年迁葬 古墓踩二驱守式格局左右对称 这是往前伸的头驱守 再往前伸的二驱守 这是水瓶展开的头乐手 这是水瓶成弧形展开的二乐手 墓碑前设有祭台 前方为石板拜堂 又称为明堂 墓碑前属羊 墓碑后属阴 墓碑与二驱守式物件 用花岗石与观音石制作 经历150余年风雨 文字仍清晰可见 要了解潘家 了解士林的发展历史 让我们先从左二驱守最外围 开始看起吧 最外围的望柱 上面是一个多面锤 不知道是否有拱味的寓意 不认识这望柱的奉献者 至下一尊望柱之间 几面石板都半埋在图里 文字无法辨识 这几面是板桥大观议学校长庄政 关于风水勘于的描述 这尊望柱是一管方形石笔 同属张州人的板桥家主林维源所现 这望柱内侧一面 这左二驱守与右二驱守 为童宗所现 这左头月手 两侧的望柱 分别是石印与石南瓜 代表公明与子孙绵延 中间的文字是内阁中书 如阳俊与同之陈香根所现 这石印望柱是清家陈霞领所现 这是左头柱 这是左头柱手内侧 这是碑意 无文字 后方是木柱 这是太阳沟 这是墓碑与祭台 前方是石板明堂 墓碑除了公酬先生的生族资讯 立碑的八孝子外 最重要的是 刻上因为子孙公民 而获得封印的官职 左右头柱手成对 是近世杨世芳所现 左手这尊望柱 左手这尊望柱另一面 左右这对望柱是大道成亲家陈霞领所现 陈霞领举人内阁中书 右头乐手文字为支县黄玉柱 与举人詹正南所现 这是右二驱手 连同左二驱手为童宗四大关所现 分别是巡抚潘位与潘顶心 护布侍郎潘祖应总兵潘顶立 右侧的方形石笔望柱 左右成对是板桥家主林维园所现 这面右二驱手文字是后补之线罗曾君所现 这几面描述此目千藏本事宜 这尊右二驱手最外围的锤形望柱写着 四进士出身刑部主室直臣 和左二驱手望柱成对 是否是陈征与黎兆堂两位官员所现 回到古墓 正后方石板上刻着圆形的图案 从高处看 树木遮挡着前方原来开阔的视野 守护古墓的厚土在左前方的树林中 厚土的视野被树林遮挡着 要走出树林才可以看到古墓 拜别古墓后请按原路折返 绿竹林中路径不明 其中还有登山路径标志 往下只能抵达一处山中人家便无去路 还是乖乖寻回旧路吧 由农转如才不过两代光景 从中央至地方高官亲友子弟 士林潘家已经结出高层绵密的人际网络 对士林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遗憾试定古迹的古墓 缺乏明确的路径指标 古墓的文字与图形 也无法方便地查阅到拓印本与全文资讯 欢迎订阅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